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南部开讲 我是吕宗芬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跟各位一起来关心一个 说轻松是比较轻松 但是说严肃 它也很严肃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国民旅游 大家放假都喜欢出去玩 可是国民旅游这几年 其实看起来 从整个的营运状况 看起来是比较低谷 那交通部观光局 从去年初就是这个 花莲地震开始 接连就有非常多的补助措施 那接下来春季了 四月又要推出春游补助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就要带各位 比较整体性的来看 就是这些补助措施 它是真的能够伴随着 我们这些 我们国内旅游 这些观光相关产业 真的能够度过这个低谷 带着大家度小月 等待下一个高峰再起来吗 还是说就像有很多外界的担心 补助会不会导致 消费者的依赖心态 就是变成说 国内旅游 如果政府没有补助 没有任何的补贴 我就不出去了 那反而对于这个产业 长远的发展 是会有负面影响 到底补助措施是好是坏 它的相关周边 需要有哪一些配套措施 才能够让它的这个正面效益 能够有更好的发挥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都要跟各位一起来探讨 那首先为您介绍 我们今天现场四位来宾 我们第一位来宾是 交通部观光局业务组组长 刘世民刘组长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来宾是 高市大地理系副教授 陈永森 陈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们第三位来宾是 南区甲种旅行社联谊会会长 陈彦珍 陈会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大家好 第四位来宾是 旅行商业同业工会 全联会政策委员会的召集人 高明图 高老师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好 我们先看一段影片 我们先比较概略性的 来了解一下 这个春油补助方案 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先看VCR 交通部观光局四月起 将和地方政府合作 推出春油补助 补助措施到底有多少效益 交通部拿出暖冬 推估的数据显示 十一月到十二月 针对五线市的暖冬方案 自由行申请金额七点六亿 推估带来四十亿元产值 一月针对二十二线市的暖冬方案 自由行申请金额十点七亿 可以创造六十二亿产值 但立委质疑民众习惯补之后 反而影响出油意愿 全部都靠补助 那会不会形成 像百货公司 没有周年庆 就没有人来买 暖冬完了 现在说有春游 那春游来了 完了是不是再来夏恋 那夏恋完是不是再秋桑 那整年都在补助 政府在国民旅游这个角度上 扮演一些带头的角色 这个应该是确定的 可怎么样带才带得好 我们要不断地精进 林佳罗说 交通部希望待机不但 治标兼治本 目前定调不会有夏季旅游补助 至于首都与地方政府合作 半春游补助 立委也担心 短短一个月就要各地提出预算 一千万元的旅游补助计划 可能太仓促 我们有跟地方县市政府 有跟相关的观光局 观传局或观传处 有讨论过吗 人家愿意吗 地方政府他们觉得 这种方式也觉得是一个正面的 因为对地方确实有点鼓舞的方式了 不过有学者认为 旅游补助方案是一种救济的方式 政府现在不分淡忘记都要补助 已经变得太腐烂 学者认为台湾的观光 缺乏国家级的战略政策 建议应该比照日本订定观光立国政策 投入资源让观光产业升级 并开放天空 让航班能够更便利 同时开放港口 争取国际邮轮博案 以吸引更多外国旅客来台观光 否则一直靠补助 哪一天一旦停止 民众的消费意愿降低 长久下来还是无法带动观光 我们刚刚在影片里面就看到 交通部长林佳龙就说 国家政府要在国民旅游里面扮演 这个带头的角色 这是确定的 只是要怎么带 才能够把国民旅游带起来 带得更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 这个第一张CG 这个整个春游补助方案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部分在前几天 交通部就有一个 观光局就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公布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整个大体上就分两大块 一个是自由型的住宿优惠 另外一个部分是团体旅游的优惠 那基本的方案就是 一个房间 就是自由型的部分 你就看每房500元 每人优惠一次 然后同样跟之前的补助一样 都限定是在周日到周四使用 等于是周间 就在假日就没有不适用这个补贴 那自由型的这个加码呢 它更加码的是年轻的族群 18岁到40岁的民众 那如果说你是住到里岛 住到小镇 那加码补助一次住宿优惠 又再加500元 那第三个项目是这个小镇行销 因为观光局已经设定 今年2019年是小镇旅游年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10万青年奖百万 它又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奖励 跟补助的措施 那这个其实是跟行销 有一点切合 就是说在中华电信的部分 把其他的这个资讯的推播 送一点小赠品 透过这些方式 就是让大家到小镇旅游 或者是说分散到这些以前 可能不是那么知名的观光景点 在这些旅游的时候 能够有更多 更不一样的体验跟感受 那在团体旅游的部分也是 在里岛的部分 也是有加码方案 然后小镇行销这个部分 也是都有一些小小的奖励 奖品等等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二张CG 就是说我们刚刚看的是这个补助方案的内容 那春游什么时候开始呢 就既然是春天嘛 就四月到六月 周日到周四 就四月到六月这个期间的非假日期间 各县市推出的时间不同 那观光局会在三月底 做一个比较整合性的公布这样子 那要怎么申请呢 就是有一个春游方案的活动专区网页 那里面大家就可以去 透过这个网页直接去看 参加这个补助方案的饭店有哪些 旅馆有哪些 民宿有哪些 那民众可以直接自己 如果像刚刚前面讲的自由行的部分 民众就可以自己上网去登记身份证字号 然后来订房 那加码补助这个部分 就是刚刚看到的年轻人 18岁到40岁 比较特定的 这个为什么要设定这个年龄层 我们等一下再请刘组长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那团体补助也是一样 会有一些特定的 就是说希望在团体旅游 可能是员工旅游 或者是社区旅游等等的 这些团体补助的部分 也都有一些内容 那最后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在交通补助 我们之前的从去年很多项 一直到暖冬等等的这些补贴 大部分都是着重在住宿补贴 可是这一次的春游 特别又加了这个交通的补助 包括高铁台铁都有优惠方案 那这些内容呢 就是包含说这些铁道 高铁台铁的票价可能有七折 那高铁又有他自己本来在推旅游的 这些合作的假期饭店等等的 然后台铁有邮轮列车等等的 这些交通补贴也都在这次春游的 补助方案里面 好那我想一开始就请刘组长来 先帮我们大概说明一下 我想要先请问的就是 我们大家都会很关心那个加码方案 18岁到40岁 为什么你们会设定18岁到40岁 我们这个40岁以上也很想去玩 不然当然40岁以上本来就有一个 基本的一个可以有享用一次的 这500块的住房的折定 所以它是本来就有 所以它并不有说特别排除 18到40岁以外的族群 那18到40岁过去我们在整个 观光旅游的一个调查里面 在这个族群事实上也有占一定的比例 所以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补助方案里面 我们特别把这样的年轻族群 它也是在平日也是会比较有一些时间 它可能刻意安排的时间会比较弹性一点 所以我们是鼓励他们这一块族群 可以在平日之间来出游 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一次的 这个村游补助里面 把这样的族群把它放进来 特别再加码 让它不管是住里岛 或者是在经典小镇的民宿 都可以再多享一次 房价500块的一个折定 对 可是大家看到我们刚刚那个方案 你看两个这个字卡 我念好久 就有人一看了这个内容就说 这好像是这几年有史以来 这个最复杂的旅游补助方案 可不可以请刘组长也说明一下 就是这整个方案 整体性的让我们知道这个政策的概念 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考量 会包含这样这样的 这些的补助内容 是 其实我想如果大家看这个补助的内容 团体跟自由行事实上 跟我们去年过去几波的这个补助 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 一样都是在团体跟自由行 都有放在这个补助的 一个对象跟范围里面 那只是说这一次我们应该说比较不同 以往过去做法的是过去都是观光局自己来办理 那这一次是我们是跟地方政府结合 因为毕竟许多的观光的一些在地的特色资源 或者是我们在地观光的发展 那是地方政府是最清楚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这次跟地方政府结合了以后 就会由地方政府依照我们给他的团体 跟自由行的相关的一些标准 来做这样的一个规划 那到时候他在商业体提出来以后 我们整体做一波的这样的一个行销 这样民众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我今天要去跟团 今天要去自由行 那我必须县市政府 他在哪一个四到六月 哪一个月份推出来 那我要去做一个行程规划的时候 就可以做一个很妥事的安排 那在对地方政府来讲 他不会像一般可能过去的 他可能就是热门景点 大家都去他县下的热门景点 可能他自己有想要推的一些在地资源 那事实上可能这一个旅客是不知道的 那所以这一次由地方政府 由下而上的发起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补助的一个效果 我们相信会比过去来的更大 就等于是县市政府 把地方的资源也提出来 然后做一个整体的行销就对了 那讲到地方政府 我接下来想要请问陈老师 你在高师大 你也在屏东大学任教 屏东从过年以来就很红 对不对 大家看到屏东灯会 大家都非常羡慕 我屏东我骄傲 那我屏东的隔壁我也觉得很骄傲 那从你从地方的观点 因为你在屏东 你也协助过很多的社区跟乡镇 在做这个地方的观光也好 或者是说营造也好 你怎么样来看这次春游的补助 他特别中央跟地方合作了 真的可以把地方的特色给带起来吗 其实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屏东这一次办台湾灯会的过程 是非常的繁复 大家也得到相当多的掌声 那这里面我会思考到一个说 如何将这个灯会的这一个光环 一直延续下来到我们未来在其他的县 其他的未来的根基的一个打好的基础里面 那延续这一个热潮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 我们特别希望说 当时屏东县城武规划 就是不是只是大浦湾灯区而已 还有屏东市的灯区 还有东港的小镇灯区 为什么要这样子分呢 就是希望说把这一个观光资源 可以分散到各个各个乡镇区 让大家看到乡镇的美 那这样的乡镇的美是可以把人 在用这个event进来到 透过这个event 大家都可以分散到各地方去 其实平常他们没有观察到 实际上东港我们办了黑尾鱼观光记 但是我们可能只讲到 想要黑尾鱼吃黑尾鱼来东港 但事实上东港的夜间环境 东港的宗教 东港的街区 屏东的这个眷村的街区 这等等都是非常适合 我们这样慢慢的走 慢慢的走 那这样子引下来 他们就对这个地方 有更具有更不同的意向 那未来衍生 他就可以继续在这个 这一个乡镇慢慢的去做 从这样的旅游 那把人先带进来之后 他慢慢的了解之后 他们就会发掘这一个美 所以我们在趁这个过程里面 也把我们这些地区的地方特色 把它放进来 平东县是用这样的铺陈的方式 这次的村友补助 对地方也是一个机会 当然我们对 如果村友补助这一次 我们希望说有更多的补助 当然是补助会让有更多的刺激 让更多的人进来这里消费 其实先让他们带进 这一个场域之后 我们希望说透过认识场域 他提高他对他的注意跟他的了解 也提高他未来进入在地方的重游率 让他们大家可以更进来 不然以前连进来都没有进来过 他根本不会了解 不会想要来 那如果可以透过这样子 透过经典小镇 透过离岛 透过不同的方式 引进来到这个地方 像大家就可以更认识这个地方 那这样子透过 等一下我会再讲地方的创生 地方的特色的一个延续 让大家可以更知道这里的uniqueness 把这个地方特色推出来 大家就可以吸引人再进来 旅游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他可能就是在行销 就是这些很好的地方 或者是说比较有吸引人 有魅力的点 要如何把这些讯息送到 很多的消费者 或者是这个茫茫人海当中 如何把这个资讯送出去 这可能是地方政府 对于这一次从中央下来 这个春游补助一个比较大的期待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二支这个VCR 我们刚刚开头我就讲了 其实补助看起来是好 资源有下去 但是他有没有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效益 大家的担心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这个VCR 一早赶在住宿客人起床前 打理公用空间 谈起即将实施的春暖补助方案 民宿主人虽然肯定 补助政策能够带来客人 但想到去年底的旅游补助带电款 都还没有拿到 难免觉得担心 至少说二三十万的费用 都还没有拿到 虽然说观光局是说 一月七号以前所寄的 那在今年春节前 会先挥一半进来 那是十一十二月份 但是有些十一月 一月七号以后所寄的 都完全都还没有拿到 根据观光局统计 去年十一月到十二月的 前进一花冬高频暖冬油 旅游补助专案 已经收到五十一万笔业者申请 而一月的扩大国旅暖冬油 申请借数有七十四万笔 庞大的合销作业 让观光局还委外找专人处理 旧的旅游补助款项都还未核发完 四月份的春油补助又将上路 观光局表示 未来与地方政府合作 届时各县市核销速度将会比前两波 由中央补助来得快 另外有民众发现 暖冬方案期间直接向旅游业者订房 补助之后的价格 还是比订房网站来得高 质疑业者哄抬价格 旅游业者否认 趁着国旅补助方案 趁机哄抬或加价 而是暖冬补助方案不得与其他优惠活动 合并使用所产生的误解 国旅暖冬补助方案执行至今 虽然有些商业行为上的小争议 但观光局表示 两次补助共21亿元 创造了115亿元的产值 对刺激国旅市场还是有所帮助 我们在里面就看到有很多的 这个大家的反应 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章CG 我们整体的来review一下 从去年开始 观光局到底提供的哪一些补贴 第一项就是从 就是花莲 因为一开始这个花莲的动机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过年前戏 农历年前戏花莲发生大地震 那当地的这个很多旅游 就很多的饭店 就遇到客人本来订好房了 因为过年是一个很大的连续假日 大家本来要去花莲玩 结果因为地震就取消 那所以当时政府就推出了这个 花莲油花莲加油 这个补助的方案 那总共有六千多万元 那接下来接续的是振兴花莲台东的观光补助 因为到台东会经过花莲 大家没有从花莲过去 那台东可能觉得他也需要一些协助 所以接续的又有这个振兴花莲台东的观光补助 那在接下来就是去年年底的这个前进 振兴花冬高品的暖冬油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暖冬的那个方案 那接着在今年的年初又有扩大国履暖冬油的方案 这陆续都投入了不少的经费 特别你看在像这个扩大国履暖冬油方案 就有13亿元 其实这是蛮大的一笔金额 那接下来要上路的是春油 有8点多亿这样子 好那我接下来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陈会长您是旅行社 从你在接触消费者这一端 或者是说你们在安排行程 在旅行社本身在经营这一端 你怎么样来看补助这件事情 其实补助的话像春油的话 是三月份至五月份六月份 都是国民旅游的旺季 所以他不是像暖冬说是 对对对 是淡季来补贴 是很赞成补助 但是是用在对的地方 就像去年的华蓮大地震 华蓮大地震的时候 那是补助是有效应的 那在去年的还有补助在台东 刚才主持人讲的补助在台东 那也有说离岛南宇那边 也可以补助 可是我的同业某一家旅行社 他也是真的有带团到南宇去 但他要补助的时候 台东观光局跟他讲说 南宇没有合格的饭店 所以造成他们客人也在争吵这个问题 那补助的话正常如果补助的话 客人会认知说全部都是钱都是他的 可是有一个重点是年底我们旅行社还有一个综合守得税的问题 是这样子 如果透过旅行社安排的话 他会变成是你们的营业额就对了 那当然我们小税金都一定会缴 可是这个是额外的 比如说补助的三万块 三万块这个是年底还有一个综合守得税 对我们还会被扣一次税 可是这个三万块客人会觉得说都是他们的 像去年十二月份的补助 我们最近才刚拿到 就是他刚刚影片讲的核销速度比较慢 每个每个礼拜客人就一直说补助下来了 没有人补助下来了没 对啊 就是这样 所以你是先把人收钱 补助下来再退是这样吗 对 可是 操作程序是这样 对 客人还会一直要一直要 但是有一些饭店 他跟我讲的 他们去年的软冬补助 最近才下来第二批 但是很多的赏客 他们自己会拿身份证 去柜台那边登录 但是他们有的登录的时候 他的电脑当机了 当机了之后 客人也会不耐烦 但他还是要让他扣掉 那个补助费用 进去住 后来那些费用 就没有办法审核过 他们自己就认赔 所以这执行中有很多细节 我先请刘组长做一个回应 等一下再请高老师 来帮我们整个来看一下 这个补贴方案 来 组长 是的 当然核销 刚刚讲很多问题 那当然核销过去 确实就我们在上面看到的 过去几乎是全台的 旅行社跟旅馆民宿 他把要申请的补助的案件 全部送到观光局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表格上面有数十万笔的这样的一个庞大的量 那观光局当然也这一个了解到旅客资金压力 业者资金压力的需求 所以我们也赶快在这个不管禁用临时的能力 甚至我们把它做委外的这样的一个核销 委托外面的单位来做核销的一个流程 让这个速度可以快一点 那所以未来的我们的村友方案 我们就是有做这样的改变 刚刚讲到我们希望由地方政府这边来发起 那变成地方政府他就是在地的旅馆民宿 他就直接跟地方政府申请了 所以会加快他的一些审核的一个速度 不会说完全集中到观光局这边来 让观光局这边有限的人力要负责全国上千家 或上万笔的这样的一个核销的这样的一个大量 等于是有一个检讨在改进 我们都有这样做一个检讨 可是像刚刚程会长讲的就是台东然后去兰宇 可是居然因为兰宇当地可能没有 就是在补助范围内的这个民宿或是旅宿 所以就无法获得补助 那你们这次村友的这些方案会 还会有这些问题吗 当然这个部分兰宇的部分也是因为 有他的一些历史背景 所以他在地的一些民宿确实过去 因为可能一些建管的问题 并没有办法拿到这一个旅馆或民宿的登记证 那这个部分光局在去年也有修正了民宿管理办法 针对这一种这一个有像类似兰宇 或者甚至于像金门马祖这种占地或原住民的部落 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民宿的登记证合法取得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去着手援意放宽 让这个未来他们可以用这个结构技师证明文件 来取代建筑执照来跟地方政府做一些 这个登记证的一个合法的申请 那当然结构技师证明文件你必须还是要花一点经费去做一些 鉴定申请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这个中央在订定法令规定之后 地方政府台东县政府也有逐步着手在为这个 去跟这个蓝语的业者去做一些说明 或者是希望说逐步可以辅导他们做一个合法的一个流程 让他们这个民宿可以合法来经营 所以补助还是会有一些现场各地各地区现场遇到的一些状况 还是会来修正 我们今天跟各位一起来谈的是这个补助的措施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我们待会儿回来整体的review 我再来请高老师来做比较整体的评论 我们先休息一会 欢迎回到南部开讲 我们今天跟各位一起来谈的是关于这个国旅的补贴 暖冬方案呢 这个刚刚告一个段落 那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春游 4月到6月的这个春游的国旅补助计划 我们再看一下这张CG3这一张自卡 观光局近年的国旅补助计划 我们整个review一下 其实从去年的年初开始 花莲然后花莲台东观光的补助 然后接着更扩大了宜兰花莲台东还有高平 然后南台湾还有港湾 这个离岛那接下来就是扩大国旅暖冬方案 在今年的1月 然后4月接着又要登场的是春游方案 从几千万到后面都上亿 那我接下来想要请高明土高老师来帮我们看一下 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补助政策 从你长期对于观光政策的观察 它对于提振我们的国民旅游 有什么样的振反效益 他可以真的帮大家带起来吗 带着大家一起度小月吗 还是说他可能也有一些负面的效益 需要我们注意的 请 我觉得我们的观光产业政策 它的一贯性 它没有整体性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观光处管机关 对于这样的一个补助 它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操作的一个方式 是越来越进化 然后政治的干预力 是一次比一次的更深入 怎么讲 因为从花莲地震的花冬油开始 一直到我们这些的春游 我们可以想象 以观光局这样三级单位的人力 要处理这么庞大的一个业务 甚至一次的补助款 一次比一次的还中断 那个量能是没办法护勘的 所以我觉得我对于 我们的三级单位 我觉得观光局我还蛮心疼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观光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三级基础 但是我们的产业政策 对于这样的一个补助 对产业面而言 是一则一喜一则一忧 有些业者他有获利了 那当然他对于这样的一个补助 他当然是有正面的一个 所谓的看法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补助 对于产业面来讲 观光的一个产业链 它不是只有饭店一个行业 它还有餐厅 有小吃 还有购物 等等这些 那如果你只是针对于饭店来补助 你对于这个产业链而言 它事实上是有失公平的 那对于台湾的国民旅游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每一年 这样的一个衰退 那你加上你一次一次 比一次庞大的这样的补助 其实他所产生的效果 有可能是会效果递减的 你的补助金流越大 效果是越来越递减的 从我们一开始的 我们高高平包括阮东 我们是针对于60岁以上的 这些老年人的补助 到春游 对于40岁以下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青壮组的一个补助 其实换汤不换药 但是我们也体谅观光局 它的苦心 对于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补助方式 对于我们真的对 就国民旅游来讲 其实我只有一句中平的话 效果有限 我接下来想要请教刘组长 来帮我们解惑一下 因为从观光局公布的这个资料 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的补助 其实是因为你们觉得 它有效益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那个第三张字卡 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 前进宜花冬高平暖冬油 这边就预估出来有效益 有126万的履次 然后48亿的产值 那扩大国履暖冬 这个部分13亿的投入经费 可是有67亿的产值 现在春油要投入8.6亿 那预估效益有62.5亿 就是这个产值跟效益 是你们是怎么估算的 是的 首先我还是要谢谢高老师的鼓励 观光局确实在有限的人力 要做这么多的事情 那当然过去我们每一次的 这样的一个补助 其实都有它背后的原因在 那比如说我们花莲 是因为这个地震的因素 那再来的像一些南湾 也有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考量 那当然在后面的这个暖冬 跟扩大暖冬 我们也是因为这个整个 第四季的一个过去 在整个国人旅游的一个 从我们内部的出去看到 也有一些衰退 所以当然我们在整个 在整个效益上的来看 我们事实上短期的补助 确实不是万灵丹 但是也是带动了短暂的一些 国民旅游的一些效果 那这些效益怎么计算 其实观光局每年都有做一些 国人旅游的状况调查 那在这一个状况调查里面 我们可以过去可以统计分析出 像自由行大概每人的 每天的平均发挥 大概在三千五百块 那团体的部分参团 平均大概一个人 大概是五千七百块 那我们大概从这样的一个实际经费 它的支出 那我们所投入的这样的一个 经费的预算 来去推估它的整个 这样带动的人潮 再用这个每日平均的 这样的消费力来做一个估算 所以大概效益是这样子来换算出来 对 可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就像刚刚高老师也有提到 这个补助其实一开始是针对旅游 那一直到现在春游才变得比较扩大 就把交通甚至行销 结合这个电信业者 你可以推波或等等的 就是你们在设定这个补助内容的时候 是如何考量的 为什么会直接从旅游先开始 当然一开始应该是说 其实最早应该都是团体先来 旅游是从这个去年花莲开始 才加入自由行的部分 过去其实像往年很多的这样的台风天灾 那光举其实都会以一个固定 比较额度也不大的经费 去先以这个团体来带动 当地受灾的这个县市 让这个民众的旅游信心可以恢复 那慢慢因为整个我们国人旅游趋势的一个改变 几乎目前自由行的占国民旅游 大概是九成团体旅游大概是占一成 所以我们在重视 重视自由行的这样的一个族群以后 我们在一些补助面 就把自由行的这样的一个太阳把它放进来 所以在整个目前我们慢慢的从过去团体自由行的执行的经验 慢慢去了解外界的一些批评指教 我们在做一些检讨 那事实上从我们去年11月的暖冬游 获得最大的回响 它其中有一部分是最大就是交通费用的补助 那一波刚好也是推动我们南高平那一块 从比较南部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北部人口比较集中 它到南部所需要的交通费用也是比较大 所以透过这样的交通费用的补助 就确实带动了我们在这个以化东高平 这样的比较距离与北部距离遥远的县市 它就带动了它的一个旅游的效果 所以后续我们的一个村友的一个规划 那当然我们林部长现在也希望说 同样是交通部的单位 希望我们不是观光局在推观光 其他的单位也可以一起加进来 一起为观光来做一个努力 所以我们在这个台铁高铁 还有我们中海邮政中海电信 相对也都这个自发性的提出相关的优惠 希望在未来四到六月这一波 也都能把这个村友的这样的国理把它带起来 所以方案的拟定它基本上还是有一个根据 就是说你们对于国人这个旅游形态的一些掌握 对那其实从学界或是相关研究的一个经验研究里面讲到说 其实我们的旅游的花费的时间 它的规模跟你留存的时间的长度越长 会成等比例的一个计算 那如果你一个你如果只要来这四个小时 可能只要喝个水上个厕所就走了 八个小时一定要吃一吨至两顿饭 如果超过十二个小时一定要留下来住宿 那住宿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补贴 如果有住人留在这里的话 它的消费层数效应就越来越大 所以其实整个的观光的发展市场 真的刚刚主长讲到说 我们其实是整个产业要一起把它建构出来 那以前我们比较诟病的是因为 我们国民旅游市场这一块 我们的住宿的这个费用M化非常的大 对到底国旅是便宜还是贵 其实我们去研究 我们看到好多不同的讨论 有人觉得一直补贴 就让国旅变得更便宜 更胖然后大家就品质不能提升 可是又有人觉得 像我们有时候出去玩 你再找这个饭店 你就觉得其实很贵 我们住房都很多钱 对国旅 我们去分析过 我们的整个住房的这个房间 就是房价的这个部分市场 在我们整个国旅的这个分配预算里面 尤其在假日是非常的高的 如果在平日当然是会 当然它尖离风差很大 那说实在如果真的跟外国的旅游 比起来台湾的住宿费用确实是很高 在我们尤其是在国旅市场这一块 快要评价这个快不见了 不是很高级高档 就是一个很平价的 那中等的这一个 我们的所谓的中产阶级 希望住的这个地方反而慢慢消失 这是我们的一个危机 那我们希望说 透过我也跟这些年轻的学子 我的学生大学部的这一讲说 这一次我们的暖冬 或是暖冬你们去用过 那你们会特别去住五星级饭店 然后说会 为什么会 平常住不到 也不敢去住 也没有办法去住 这价格没有办法去住 他们现在透过这样子去住 他们可以有一个体验经济 未来这是他们的潜在的市场在这里 但我们希望说 不是只是透过补助而已 希望说是价格是也可以 可以当做一个平常的考量 把这一个透过 他们这一次的补助来这里体验之后 也可以透过这个体验 让他们知道说 这个是可以尝试的 或是这是一个新的市场 让这个新的客源 可以慢慢再进来 我觉得这是在短期里面 但是有这样的效益存在 可是我们再看一个政策 我们都会希望他会有更长远的效益 放长线 然后要钓大鱼 甚至于说建构一个更好的产业环境 以后可以更永续 大家持续都可以赚钱 我们接下来先看这个VCR 我们再整体的来看一下 到底国民旅游 台湾的国民旅游 在结构上的困境有哪些 我们先看VCR 松山机场内一早就有不少旅客 准备搭机出国玩 很多人都说 现在在国内旅游 光是住饭店就很贵 算一算还不如再加点钱 买机票到国外旅行 根据观光局统计 去年上半年 我国人在国内旅游的人次 共有1418万人次 比前年同期减少540.9万人次 其中中部游客减少298.2万人次 东部减少128.9万人次 南部减少66万多人次 若以县市来分析 只有新北市和新竹市等 9个县市旅游人次正成长 国内少日少军光舟那个区块 过去大概都是一个月 一次到两次 一日到三日在国旅 那就换算多少个军光舟 而且他们还有配偶还有朋友 都是借零退休这一类的 那都会结伴 即便他不是军光舟 国旅市场受到廉价航空 兴起的影响 国人出国意愿变高 再加上台湾几个热门景点 旅旅传出消费纠纷 价格安慰等负贫 也减少民众在国内旅游的兴趣 就连肯丁的新级旅馆 也首度出现亏损 在整个的一个大环境下 营收不太好的情况下 成本要提高 对业者是相当辛苦的 这个是事实 业者大多认为 前几年肯丁饭店民宿大增 路客缩减后形成供需失衡 再加上一粒修汉年金改革 冲击国旅市场 此外全台的景点打造不出特色 过去几年全台总共出现 80座彩绘村 13座天空步道 4座玻璃教堂 互相抄袭复制了无心意 去过一次就很难再去第二次 因为那个好像没有太大的感受 好像是为了吸引观光客 才去做的 目前观光局决定 不再补助天空之桥的新建 然而各地方政府 仍然热衷硬体建设的开发 政府虽然从暖冬到春游 寄出大量的旅游补贴 但恐怕是治标不治本 还是应该施化旅游景点品质 甚至是开创新的景点 才能真正有效提升民众 对国内旅游的造访率 我们刚看这个VCR 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心里 有一点被触动 对不对 我要请教陈会长 有时候像我们教这个 要安排这个要出去玩 有时候这个行程 看一看住房看一看 有的人就会说不如出国 那个会长 你也在旅行社 这个行业非常资深了 你怎么看 我们国人的这个旅游习惯 国内还是国外 大家的这个选择 有这几年 有没有什么变化 那国旅比较吃亏 或是比较弱势的是哪一个部分 比较弱的 国旅比较弱的 我们在排景点的时候 第一点就来看客人说 我不要去路口的地方 為什麼他觉得 因为太吵 然后再来的话 就插队的问题 还有游览车要停哪里 再来这厕所的问题 所以我们都会半年 像我们甲联会 甲总旅行车联谊会 我们半年我们就会去台湾 找不一样的景点 找秘境来提供给我们的客人 这样客人的意愿才会比较高 因为像我们大宗 大宗的景点的话 其实每个人都去过好几次了 就像刚才讲的 那个影片上面的什么天宫之桥 什么什么天梯什么的 那个都是模仿的 去一次 他们就不会再去第二次了 所以我们都是半年会再去找一次 新的景点 来吸引我们的客人 就你们在服务的客人 就是说国内旅游的 跟喜欢出国的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他是哪一些不同的族群 喜欢国内旅游的 大部分都是 比较想要深度旅游的 但是喜欢国外旅游的 都是一般的年轻人 那年轻人才出国 然后还有一些退休的 他们的假期比较多的 他有钱的 又有闲的 应该有花朵 要不然他们就会 还是留在台湾 就是出国的话 他可能天数要长一点 对 好我接下来想要请教高老师 就是说旅游 他其实补助是一个面向 他可能只是一个刺激 可是真的想要一玩再玩 他其实还是要有一个内容 你怎么样来看国民旅游 这件事情 就是这几年确实就是很低谷 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再登高峰 重返荣耀 是缺什么 回到产业政策 我们2014年 2015年8月 我们第一架那个联航回出去以后 其实我们的产业政策 就应该要找手来做这样的一个规划了 联航是很大的冲击 我们对首航新加坡 再来同一年 我们曼谷还有那个 那个什么那个 东南亚 这一个所谓的临近的四小时的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旅游 是占了世界四分之三人口的一个地方 也是旅游最兴旺的 会发生在哪里 因为便宜吗 出国变便宜 就是我今天我联航出去才花个两三千块 我去住一个饭店 一个奈也大概要两三千块了 所以我倒不如我出去 所以我们从2015年大概 我们的那个出境数大概是一千一百万 短短的五年到2017年 2018年到2018年 我们到一千六百万 成长了五百万的所谓的那个出境人口 所以我们造成的一个所谓的贸易 我们的那个观光外汇的逆差 我们从那个2015年的那个什么 四千五百八十九亿 我们逆差个三百五十六亿 我们到2017年的时候 我们的外汇是已经三千七百四十九亿了 逆差一千七百二十八亿 所以这样的一个数据很明显的整个 是往那个国外去去取决了 那我们的主管主管单位 我我刚刚提过了 我们的观光局它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 产业的一个规划 它只是一个执行 那我们的政官推 我们的交通部 我们这些所谓的那个主管机关 我们没办法把国内的景点把它做一个深化 没有办法把人稳深耕 没有办法把那个旅游把它做创新 这个你当然没有办法吸引到国外的这个游客来 我们从2014年的九百九十一万 一直到现在还是一千一百万 不是吗 我们号称我们2025年的准备计划 要到两千万的入境人口 我觉得它是说大话了 我们第三行销也拖拖拖 要拖到2025年才会好 第三跑到淘一淘机 我们的机场 我们台中的机场 我们小港机场 你没有办法20小时的营运 你还是晚上要宵建 我们的港口设施在哪里 就是我们的澳镑 我们的英镑市场 我们没办法去做到一个整体的一个国际化 这个是相当的遗憾 同样的我们国民旅游 我们国内的一个这些所谓的 大概我们的旺季吧 就是村里民学校的这个户外教学 大概我们最两个大宗的是这个 那我们选举这些所谓的那个 现在也大概都病到提前去做这个 但是三四五月的这个所谓的庙会的这个季节 对于我们这个所谓的那个国旅的艺术的话 它很潜谍 它没办法去深化 一日游从高雄做到九份十份 你都不要怀疑当天来回 这个对于我们国民旅游的注意是没有的 那我台北一千当天阿里山一天来回一千块 你说这个对国民旅游的深化有帮助吗 没有任何帮助 这是我的看法 对来 陈老师你一直点头 对对对 是我们都是点问题 但是事实上我们台湾有很多的契机 因为我们接待相当多的外国的朋友 他们说觉得台湾有起个非常好的一个 让这个整个观光可以做很好 第一个是我们的人是和善的 我们这个族群多元文化多样 对人是包容的 那人但是大家讲说最台湾最美的是人 但是其实我们如何再更深度的去去建构 能够留在地方 事实上现在我们一直在推地方观光 小镇观光 深度旅游 这个深度旅游观光 其实要有很多的research 或是跟地方结合就uniqueness 为什么我们很多年轻人想要去日本玩 日本的小镇 他就敌安奶奶就觉得很舒服很爽 吃个猪排饭 简单的吃个这个那个面 比如乌龙面 手打乌龙面 这样就觉得很高兴 事实上台湾太多这样的一个东西存在 包括台南也好 包括各地方都有各个地方 民俗小吃这等等 事实上怎么样去建构是更重要 所以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什么叫uniqueness 来这里才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才提到这个文化 好 陈老师你先等一下 是 老师要讲的重点就是说 你台湾的旅游观光要做起来 他就是本身要有魅力 你只要有魅力 不管是国内的大家自己来玩 或者是吸引国际旅客 你才会有一个利基点才有魅力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等一下再回来看看陈老师 要秀什么样的case给我们看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欢迎回到南部开讲 我们今天来谈这个国旅的补助 能不能够真的让国旅带起来 那刚刚前两段的节目 大家来宾都讲到了 其实真的要让大家不断的来玩 重点是你本身的这些景点要吸引力 来那陈老师带了一些case 要来让我们看一下 怎么样让地方的特色能够被看见 是地方的特色 其实我们读地理 地理跟观光的结合是最完整最快的 因为地理就是一个 我们就体验文化的差异性 文化差异性就是观光一个最重要的本质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uniqueness unique就是说你的特殊性在哪里 为什么我要去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讲这个简单的例子 像你知道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文创产品 是我们屏东县春日香的一个小的部落 叫老七家部落 这个部落是全世界唯一还存活着 还有人在生活的石板屋聚落 那你要体验这石板屋聚落 这是排湾族的文化 那你要进入部落 会有部落的他的文化的人来做导览 那进去有什么样的文化的 发展的历程 那我们这一个package套装起来 可能就四个小时 或甚至在这里过一个晚上 我们在这里有深度的体验 而不是说来 就是再来到此有拍个照就走了 其实很多的旅游形式是可以用透过学习的方式 国际观光客喜欢这种 国际观光客就非常喜欢这样子的方式 那实际上各个县市政府都有它相关的东西 去可以去推这样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农产品 我们如果说我吃了这一个香蕉 这香蕉的田园的生活 它是怎么生长的 它的产销过程是怎么样 以前的农民是怎么样去种植 现在的包装出去是怎么样 或是你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再增加所谓的三级产品 屏东我们现在要推几个底 巧克力 巧克力 你从可可的种植 一直到晒成可可 再转化成巧克力 变成制品 变成你在庄园里面住宿 那这整套就可以跟我们的社区的产业去做结合 是这可以更深度的去谈去用 那这个可以建构不同的一个形态的旅游包装 那这就是一个深度 那这样的深度 事实上我们观光不是只是一个观光而已 观光是要跟文化产业地理环境 跟这也当地的生态跟人去做结合 事实上我们现在国发会在推所谓的地方创生 我现在也拿一个本书出来 所谓地方创生就是希望说透过我们可以 跟产业跟观光跟不同的面向去做结合 让地方人能够进到地方来了解地方之后 让地方产业可以逐渐这样提升整个的价值起来 那观光局的角色跟业务市场是可以 把这些他们原本不懂怎么包装的东西 把它做行销 所以现在也有这一次的补助 也有说给我们地方政府 可以让地方去做包装行销 有些是会种 我会种很好吃的香蕉 我觉得我不会卖 或是我我知道这个东西有 但是我不知道变成文创产品 这带回去 他们就可以当做一个更提升 所以把一级二级三级产业 加起来变成六星产业 更多地方特色定点旅游 体验经济 很多新的概念把它给整合起来 像民宿不是只是我会进民宿 我就进民宿不要紧 但是我去隔壁家吃饭 我去这边去田里面去买那个小农的产品 我到隔壁的这个独立书屋 就有很多经营的方式 把这个去做整合 这就是整个包装起来 我想请教高老师 就是刚刚陈老师讲的这个事情 确实台湾每一个地区 或者是世界各国每一个村子 其实他确实都有他自己的特色 可是越在地他要怎么样越国际 这个可能会需要一点市场调查 所以我想要请你来帮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以我们现在要 像观光局今年要推小镇旅游 那应该要怎么样才能真正的把 就是地方的特色 就是国际观光客喜欢的地方特色 大家可以接受的地方特色 在文化上也可以理解 又有新体验的地方特色 整个给他做起来 这个到底是基础建设的问题 还是包装行销的问题 主持人我这个题目相当的好 我们从我们的那个观光局 我们对外面国外的这样的一个行销 其实我们比较欠缺的是一个火力的一个行销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去年的八月 我们那个美国的地铁 我们花了八百五十四万 去做了一个所谓地铁的彩绘行销 然后呢没了 然后呢没了嘛 我们当然也不能 最好的效果是怎样 跟着旅游方案就要出来 是这样吗 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 我们是小国 可是小国也小国的一个 所谓的那个更生的一个地方 刚刚陈教授说得很好 我们小镇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举两个例子好了 我觉得那个美国 2018年那个坎城的那个小镇 入选的是贵州的丹寨 他是五十二位镇长 我这个全世界一直卷起一个风潮 2009年的时候大堡礁 我大堡礁澳洲政府 他做了一个大堡礁岛组 他吸引了二十三国的媒体去跟他关注 一直不断持续的报道 当然我们观光局也有做我们所谓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我们台湾的里岛 十大里岛 当然我没有说我们观光局不对 只不过在做这个方案的时候 我们的Space不够强烈 你没有办法引起一个所谓的一个 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瞩目 包括这次小镇 我很欣赏 我觉得这个小镇的意义相当的好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80年代 90年代 那个时候我们一厢一特色 那个太好太棒的行销了 所以如果能够结合就像我们美容 我们的那个油散 像这样的一个package 能够旅行社能够去包装件来 那你怎么把旅客留在美容留在高雄 那就是一个一个所谓的 跟产业的一个国家产业的结合了 如果说有这个后续的 袋装的整个package下来 我觉得这才是观光局他要去做的地方 你来带头做这个小镇的行销 台湾是最美 台湾要做小而美 台湾不要做大而美 所以那观光局有没有机会 可以带着地方政府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那个内容 我这个观企举好选举好看 地方政府是相对会比较清楚 对不对 你觉得这个部分不同的政府部门 中央跟地方要怎么样来合作 才能真的有那个效益 你的观察 只认这个可深可浅 就是说我们台湾太多的政治力 来干预到我们这个产业 所以你政治力 刚到这个产业 我们旅游业是 观光旅游是带不走 我们是最环保的 我们不会出走的一个所谓的行业 结果我们受尽政治的影响是最深的 所以你说观光局能不能带头 本来他的执掌本来就是要带着我们走 可是在带动的过程里面 常常会左右来被政治来干预的 事实上我们如果平心静气来讲 我们的整个产业政策 以观光局 我们的十年准备计划也好 我们的那个所有的观光局的 整系列的一个计划 我们台湾绝对可以站上国际舞台的 绝对可以的 来 我最后想要请陈会长来讲一下 因为你谈刚才说 你都半年就去台湾各地要找 这个新的景点 新的秘境 你们在找这个景点的过程 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或是需要来观光局来协助 遇到的困难 就是刚才提到的 停车场的问题 然后厕所的问题 基础设施 对 就是这样子 你台湾水完 我台湾给你帮我 这听起来很快